我们是一群来自海外的战士 我们有一个特殊的称谓 南乔鸡公 画面中的四位是南乔鸡公的后人 这首《祖国我来了》是南乔鸡公后人陈达亚几年前创作的 日前在中国新闻社举办的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中 南乔鸡公群体获得特别致敬 近日南乔鸡公后人陈达亚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说起自己与南乔鸡公的故事 2000年秋天陈达亚作为后人代表参加了南乔鸡公重走滇缅公路活动 在汇通桥边面对滚滚的路江水 其中一位鸡公高声大呼喊同胞们战友们 我们来看你们 你们历史不会忘记你们 人民也不会忘记你们 那一刻真的甚深把我拽进去了 那一刻陈达亚意识到 无论是父亲还是南乔鸡公这个群体 都需要重新被了解 他开始查阅档案资料 一点点拼凑南乔鸡公的故事 1939年 爱国侨领陈家庚发出南乔总会第6号公告 号召南阳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鸡公回中国参加抗战 华侨青年热烈响应 先后9批共3200多人放弃优越生活 告别父母妻儿 回国支援抗战 陈达亚的父亲陈昭早 是第二批回国的南乔鸡公 陈达亚说 父亲报名时已39岁 他唯恐落选 把年龄改成32岁 回国前 他的前妻已病故留下不满10岁的女儿 他买了船票把女儿寄养在海南 从此再没相见 从新加坡回国后 陈昭早在昆明停留一周 旋即赶赴缅甸阳光投入工作 他们用他们娴熟的技术技能 本来是四个人 然后这个叫做一天 一辆车都还不能装的 结果他们到来以后呢 迅速做了技术上的调整 四个人一周 一天就可以装两辆以上的车 然后在快速时间内 就在阳光完成了汽车的这个装配 自2004年起 陈达亚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泡在了档案中 了解南桥机工群体更多的故事 资料显示 从1939年到1942年 滇缅公路向中国各抗日战场 输送约50万吨军需物资 15000余辆汽车 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陈达亚发现 此前部分资料中写的 牺牲南桥机工占总数三分之一 复原回南洋机工占三分之一 这个数据并不准确 我们得出结论 不是三个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回到南洋 是连着家属眷属 南桥机工在国内 整整是几年的时间 从39年到46年复原 四年的时间有成家的 有成家了 只有复原的时候 带了一部分眷属回去 我第一个提出这样 南桥机工牺牲近1800人 1939年至今80载春秋 在众多有识之士的推动下 南桥机工的历史逐渐走入大众事业 2018年 南桥机工档案成功入选 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陈达亚说 南桥机工无私付出 默默牺牲 他们是民族的中魂 是不该被遗忘的畏国者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给大家太地区和紧争 砖试 阻挙